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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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顿 他们上轮取得了理想的战果 希望我们的球尼能营造出不错的主场氛围 我们会建立用自己的方式提出最棒的足球 希望我们能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就是我们所想 主力会毫无变化吗 再看吧 不做调整永远都会是一个选项 我从来不认为赢球就是一直坚持一套阵容的理由 我们的阵容有深度 也有多个理由对手发做出调整 所以当然 手发可能会有变化 洛夫罗的身体状况达到出场要求了吗 还没有 他接近付出了 但现在还没有和球队合脸 我还没法100%肯定他今天做了什么 对正部来顿的比赛他没机会上了 我肯定他也会错过同莱斯特城的第四轮联赛 希望在国家队比赛认结束之后 洛夫罗能为球队出场 如果信的话就太棒了 自他归队的头一天起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也很清楚他的伤情 我们一直认为需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对接下来的赛季真诚感到激动吗 所有有世界杯参赛球员的球队都是一样的 今年的季前赛非常艰难 不得不说 如果我们都要抱怨的话 那我不知道波切迪诺该做什么来发泄 他手下可有9名球员 踢了世界杯的半决赛 但是开季前两轮还是都赢了 我没说错吧 大部队合列仅仅只有三周的时间 好吧 接受 我们也听说了不错的比赛 季前赛的困难反而给我们提了个性 新赛季会遇到障碍 大华是要说 赢超可完全不一样 我对接下来的真诚并不激动 我认为全队都应该有这个意识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不过我们也应该对自己有个预期 起码要保持住目前的水平 但是 如果这就是我们的最高水平 那么这个赛季的前景就不妙了 我们需要继续提高 我很肯定我们能做到 接下来还有多条战线的许多比赛要面对 谢天谢地 目前我只是要考虑布莱顿这一个对手 关于米尔纳每一名球员都有很强的影响力 不止米尔那一人和米尔那共事都感觉非常好 他能贴不同的位置 也能适应不同的战术体系 之前他踢过边后卫 现在则是一名中场 但我们所有的球员都有影响力 事实就是如此 很肯定的说 年龄对米尔纳不会构成任何问题 他的技术与生俱来 是一名天生的运动员 尝试过的每些运动他都擅长 在其他领域 如果你已经32岁了 有人单位可能告诉你多等几年 才能等来一份真正的工作 而在足球之行 32岁距离退役已经不远了 有些球员能一直踢到36岁 37岁 甚至38岁 考虑到米尔纳的身体状况 我肯定他也能有这么长的职业生涯 只要他远离伤病 米尔纳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 他职业生涯的最佳时刻 最好还是问他本人吧 球队连续两场英风 能是为球队的防守进步了吗 当我们丢球的时候 你们总是会说吧 现如何如何 你们会说后卫或者门将需要担责 但防守是全对的事 我们不只是这个赛季的防守做的到外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想要发挥的更好 总是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 我们是一支进攻型的球队 好的进攻需要好的组织配合 而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将这种配合贯穿于攻防两端 每场比赛我们的防守都有可能只达到预期的六七成效果 为了稳固防守 我们可能是要在防守端变得更有侵略性 不过我们已经在一步步的提高了 球队的防守确实应该提升 如果能做到 那当然再好 不过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场英风了 可是假如赛地结束了 我们的凌风场次还是两场 那没有人会高兴阿利松已经适应球队了吗 他经书考验的情况我已经看到了 他的表现不错 我觉得他已经适应了 这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 这很棒 阿利松让球队获得了更多机会 我喜欢这一点 虽然阿利松的英文也不错 不过球队中有其他八七球员 还有莫雷诺这样的细语系球员 对他的融入非常有帮助 我很开心 也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好状态